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涉入京華城弊案 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羈押禁件 已經邁入第五天 不過柯文哲律師團9號發布聲明 指出柯文哲在開庭前 已經向律師表明 如果遭到羈押的話不願抗告 並請檢察官在羈押期間盡力調查 民眾黨8號晚間在立法院外 舉行首場全國開獎 聲援遭到羈押禁件的柯文哲 隔天則發聲明說 既然柯主席已聲明 他放棄抗告全力配合調查 就請司法單位秉持誤網誤縱 無罪推定公平審理之基本精神 儘速釐清真相 而除了柯文哲 京華城案中其他再押的被告 包括微禁集團主席沈慶金 台北市議員印小威 前台北副市長彭震生 以及印小威助理吳順明等四人 日前提出抗告均被高原駁回 全部羈押確定 台北地檢署9號也首度提訓沈慶金 新唐人雅的電視 最好李宏 綜合報導